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动呈现 25周年台庆广播剧《原来爱》第二集 故事李婷 林家华 编剧黄卫兴 录音制作邓沛恩 后期制作施克力 统筹苏莉亚 监制林家华 李婷 安波 这几个发声和运气的练习 你记得每天最少要练30分钟 知道 老师 安波 爹地 今天很准时来接我 整天麻烦老师看着你 我也不好意思 不要紧 对了 我有些东西想跟你说 我也有些东西想麻烦你 安波 我和老师谈两句 你出去大门口等我一会儿 好的 刘沙什么事 这样的 我上个月尾来不及 进入数内贯银行户口 令到今个月的学费 做不到自动转账 麻烦你帮我把这张支票交给校务署 你可以直接交给校务署的 我要趕着去做多个命令 我接了安波回家就要继续开工 原来是这样 没问题 交给我 麻烦你了 对了 老师你有什么想跟我说 刚才有 现在就没有了 快点车安波回家吧 那好吧 我先走了 刘先生 你为什么突然面前有信白 不如你先休息一会儿 不要了 我 我 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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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先生 啊 安波 老师 爹地 你醒了 你见得怎么样 不用担心啊 安波 你爹地没事 医生说她过度疲劳 血糖又低 所以才会暈倒 不好意思啊 老师 又要麻烦你了 我宁愿你麻烦我 如果当时你已经和安波一起 开车回家 后果可以很严重的 又是啊 爹地 你无端端为什么会血糖低的 我打算快点送完今天的货 早点车你回家 然后再送两转加单 所以就没吃饭了 你这样怎么可以的 刘先生 你这么拼命做事 安波的学费又持交 最近你是不是很守紧啊 爹地 你持交学费吗 为什么我不知道 你管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啊 总之你努力学好唱歌就可以了 嗯 算我多口啊 刘先生 安波见到你这样的情况 但是又不知道什么事的话 你猜她还有没有心机练歌啊 呃 嗯 爹地 你说我一句吧 唉 就是我那辆货车咯 都十几年了 前段时间要入厂大修 花了我八千多元啊 原来是这样 那辆车都这么旧 不如换个新吧 买新车都要首期 都要一笔钱的啊 那不如我不学唱歌 那你就可以省点了 不行 不行 你这么喜欢唱歌 放车又这么有天分啊 怎么可以停下来的 没错啊 安波唱歌的确定很有天分 停下来真的很可惜 但是我不想见到爹地这么辛苦啊 唉 不怕啊 安波 爹地挺得住的啊 不过长期是这样也不是办法的啊 迟早会捱坏身体的 我知道 唉 不过我除此之外 我都想不到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到收入啊 你不介意的 我帮你想个办法吧 没钱 没身材 没学历 没家底 喂 真是没办法啊 喂呀 我叫你来帮人想想 有什么赚外快的门路 不是叫你来批评人家的 那我也是有那句说那句而已 那刘先生哪有你说得这么差啊 起码她顾家又类类 个人又勤奋忠厚 受保护动物来的 哦 那就是你很想保护她啦 你不要告诉我啊 你体重她 唉 你说了去哪儿呢 安波是我学生之中 最有天分的一个 我不想见到她因为经济问题 而不能继续学唱歌 所以才帮她爸爸 哦 她那么疼女儿 你又那么疼她 个女儿 你不要告诉我啊 你们是天生一对咯 唉 还说这些 一个这么平凡的男人 你都可以看到她有这么多优点的 我甚至说那 怎么也没变成一个关系呢 你别告诉我 其实你也想找个对象的 否则我每次叫你 S speed dating帮我凳脚 你怎么会答应得这么爽快呢 难道真的贪欠我那些小孩 这么多出场废吗 我… 繞不繞 繞不繞 即是被我說中了 我們這麼好姐妹 我才跟你說 如果你遇到個對的 上心點 主動點 起碼都讓對方知道你怎麼想 這樣才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行了行了 不要說得那麼遠 你有沒有找外快的門路 沒有我就問另一個 好了好了 見你這麼關心別人 幫你吧 我認識有對公公婆婆 她們想怎樣 Celine老師 很準時來接Amber 她去了洗手間 你等一會吧 謝謝你老師 今天我又不用留下來看著Amber 你做甚麼要麻煩我呢 我是想多謝你介紹老人家給我 老人家? 我介紹了一對夫婦給你 因為他們又陸續介紹了同一座大廈的其他老人家給我 幫他們買日用品和買菜 嗯 那一定是你做得好 他們才會介紹給其他人 你過獎了 對我來說 這些工作壓力反而沒有那麼大 因為送貨時間 但不用走得那麼死 我可以休息救治去做 疫情還沒過 很多長者都是不放心去公眾地方的 你可以幫到他們又賺到外快 何樂而不為呢? 都是多得老師你頭腦精明 幫我想到這個賺外快的妙法 不要再叫我老師了 搞得好像個大嬸 叫我Celine 那你也不要叫我做林先生了 搞得我好像個大老闆一樣 叫我阿榮就行了 好啊 那總之阿榮你就不要那麼辛苦 Amber又可以專心學唱歌 那我就放心了 都是老師你 又老師? 是啊 都是Celine你教得好 Amber才進步得那麼快 那都願我是一個好學生 肯天天勤力練習才可以 Amber Amber? 你何時回到課室的? 一早進來了 你和老師聊得那麼開心 對眼睫哪裡見到我? 關什麼事? 你走路沒有聲音 老師 我爸爸這類顧家男 真是稀有動物 好難找的 看得出 Celine你不要聽她亂說 走吧 Amber OK 拜拜 拜拜 都是Celine你教得好 Amber才進步得那麼快 哈哈哈 我都沒見過爸爸你說一個樣子 這麼囂張 夠了 你不要再弄鼓做怪 搞到我分心駕駛 還有啊 我都沒見過老師的家長 不要叫她做老師 直接叫她做Celine 那… 那都不代表什麼 但是都可以代表很多東西 例如 代表你們熟落了 互相有好感 諸如此類 有好感那又怎樣呢 我這些普通人 連買貨車的首期 都可以搞到這麼頭痕 Celine又怎會看得上眼呢 那又未必 她正職是做地產代理 照計可以賣好命 賺很多錢 但是她賺夠就算 然後做她自己喜歡做的事 那就證明老師不是那麼糟糕 她注重的是質地 好像你這款這麼有質地的暖男 我是暖男? 真的? 我說是就是 還有啊 老師這麼疼我 如果做了我媽媽 那就發財了 不是啦 Celine她可憐我 不會看得上我的 拜託你不要這麼無自信 你沒試過又怎麼知道呢? 話還沒完 老師就打電話來找你 快點聽吧 爸爸 我正在開車 你幫我聽吧 又好 老師 你找爸爸做什麼事? 星期四下午五時 我們有空嗎? 劉先生 合約你有什麼意見? 嗯 沒什麼問題 條款都很公平 Celine老師 你這份導師合約呢? OK 我很滿意 如果你們需要時間看得更詳細 儘管開箱 不需要了 我也不需要了 啊 忘記問了Amber 是呀 Amber 你肯不肯幫我們忙? 有得唱廣告歌 當然肯啦 既然大家都滿意的 那就麻煩劉先生 和Celine老師 在各自的合約上 簽訪一下大名 好啊 好啊 謝謝兩位 一會兒 我會把曲譜和歌詞 電郵給Celine 麻煩Celine你教Amber唱 練好歌就可以安排錄音 到時我們再夾時間 沒問題 沒問題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Seline 這次真是多虧你的推薦 阿榮 你從廣告公司的會議室 到升降機口這裡 你一共說了六次謝謝 你不覺得煩 我也覺得悶 Daddy 老師這樣說 即是當你是自己人 你收不收到 是不是大人說話 你一定要插嘴呢? 童言無忌 阿榮你不要這麼認真 都是老師疼我多點 不過這樣啊老師 Daddy真的很真心地多謝你 不單止用口說六次這麼簡單 那還有什麼? Daddy還跟我說 我好想請你吃一頓飯 我…我有跟你說過嗎? 有 你有 不… 我… 好啊 吃一頓飯 咦? 你們怎麼做什麼定格? 我… 我反應不及 我… 我在想去哪間餐廳好一點 好啊 你們決定了就告訴我吧 升降機到了 你們還找定格? 是呀 進升降機了 Daddy 進升降機… 唉…那怎麼辦呢? 怎麼算好呢? 唉… Daddy 你不要再在我面前走來走去啦 走到我眼都花啦 你還好說 大方 怎麼勉強說我要請Seline吃飯呢? 哦… 老師幫我接到這份合約 幫你多少啊? 你不應該請人吃三份嗎? 應該… 但是這麼文謀言開口很唐突的嘛 有幾唐突呀? 老師都不知道幾大方答應 你就定格了 你沒有定格嗎? 我回魂比你快 不要說那麼多了 快點來想去哪間餐廳更好 真是好人都被你擊壞呀 Daddy 你不要再走來走去啦 我的眼真的好花啦 你第一天認識Daddy嗎? 我一想事就是走來走去的啦 唉… 生活正正似是湖水 全為你 全為你 反起生氣 全為你 全為你 原來愛 第二集 王口瑤是Seline 麥祖林是Amber 蘇敏聪是阿榮 小英是Joyce 諾希是Sunny 胡义恩是Charlie 做也记起这一寸也知 幻想不到的幽美 生活淡淡像是流水 全因为你变出千半美 全因为你变出百样戏 留下欢迎的人记 甜蜜亦似过那感觉像是 甜蜜是眼中的痴痴 做梦也记起这一寸也知 幻想不到的幽美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